港澳办在网页以答问形式 怎么谴责主持立法会内会选举的郭榮鏗 和部分反对派议员拖延会议 令人质疑有违有关宣誓誓言 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在新年度仍然未选出主席 港澳办在网页以问答形式 提到原内委会副主席郭榮鏗主持委员会选举 但他和反对派议员故意拖延之下 至今召开了14次会议仍然未选出主席 怎么看这个乱象 港澳办发言人说 由于主持内会主席选举的议员 和部分反对派议员滥用权力 借程序问题恶意拖延 严重影响立法会的正常运作 导致大量涉及经济民生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活动无法进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 经济雪上加伤 很多商户经营艰难 不少家庭生活承受重压 在这个非常时刻 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会议员 本应急市民所急 以大局为重 履行英俊的职责 与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共黑时间 但一些反对派的议员 为了谋取政治私利 罔顾公众利益 采用卑劣手法 袒换立法机关运作 这种行为无疑于政治滥炒 所作所为 令人质疑有违有关宣誓的誓辞 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希望香港社会各界 认清反对派此举 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他不能任由这些议员不择手段 私以妄为地骂下去 香港特区立法会 必须尽快恢复正常运作 中联办也强烈谴责 郭榮鏗等部分议员 鄂尔拉布违背誓言 说少数议员无视香港整体利益 和民生冷戀 妄顾立法会议员的根本职责 令有关立法工作耗能空转 说必须清醒认识少数反对派议员 只破坏不建设的本质 而每位议员在就职的时候 都明确宣誓尽忠职手 遵守法律 廉结奉工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少数立法会议员 为一己政治私利 损害公众利益 阻碍立法会的正常运作 有为他们就职时候作出的实验 更加可能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踪 母视迪士记者 曾经认识报道